不好意思各位啊,最近做兼职有的时候可能顾不上及时发 有时间就多录一点 我们就说这个地域还有方言 我们简直说说 这是中华的这个版图啊,你看各个省之间 河南河北,广东广西 反正湖南湖北,就是这些都是山和自然为界限 就是形成的这个版图 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些方言也是各自差别比较大 一个省,它单独的这个方言就很不一样 这是大体上的,当然有的省像河北啊 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但是它有没有河北化 就没有统一的河北化 但是它过了河北,那个别的地方,那就差的太多了 所以说这就是自然 关于这个民族呢,也是同样 你看人法地嘛,就跟这个地域 那自然就出这种人 包括性格,什么都大受影响 你这个,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天 就是说你出生在哪,那个先天 这个先天的出生地 它所受的这个影响会更大 有的人就是到外地很多年,十几年 它的香烟还是不改 香烟不改并没有测用 就是,这个 但是其次就是地 地域 最后才是说,人 我们想到天时地利人和人和最重要 没有错 但是你真正拥有好的,没有几人 这个,但是我们只能说 普通人只能说从人的角度开始 就像一命二元三封水四季的五读书 那些都是过去的 包括就是说不好 预测不好掌控的 你只能说从读书开始 当然后面还有其他的后人延续的 我们六名七乡,八经神 就这些 我们单独在说 就是这个民族 我们多元的民族国家 这个 自以来呢 就是说 都是叫汉族 是吧 汉什么意思 就是汉朝 那个时候 他是这个 一个 应该秦之后 他是真正的 才是 大一统 他把这个制度建立之后 这个文化的开始 也是兴盛的开始 多元化 在此 包括后来的唐朝 那都是孟回大唐 对吧 这些都是唐人庄 就是这个 那他就是 这就是最重要的唐人基 等等 就是汉服 是吧 汉服 这个我们再说 我真的太多话题了 就是说这个 这个少数民族呢 也统一过 统一了半天 就被汉族 汉化了 你看中国 立朝就是 那个 人家打咱们 是吧 越打咱们 地盘越大 像这个元朝啊 像这个元朝啊 清朝啊 然后打完之后呢 就被同化了 你看他们都是很短嘛 元朝几十年 清朝借鉴了他们 说是 不要这个 这个这个元化 就是 不要少数民族化 单独治理 然后最后 还是被同化了 但是他时间还长一点 还好他这样做的 你要直接强压 那 那更晚 其实 包括外国都说 这个黄毒 是吧 他都怕中国人 你生个孩子 他 有很多外国 都来中国找爸爸 就是乌克兰的 像那些 因为中国人孝顺 包括美国 他有这个观念 夹风 当然其他民族 也有他们各自的 特点特长 也曾经兴盛过 甚至说最了不起的 天使 天文 有些